背负着过去沉重的苦难和回忆 唐女士自然只能紧紧抓住经济 这一根看似坚硬的拐杖 来支撑自己的前行 那么杨先生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成为妻子真正的依靠呢 观察人葛飞带他进入了密室 现在不是说你要讲多么深情的话 而是你思想上就有这个认识 你要认可他 就哪怕是他做这种小事 你得认可他呀 辛苦了 有功劳这个家 知道吧 所以我们女士大大最晚不会讲 你不会讲 但是你心里面不能够轻视他呀 你得认可他呀 哪怕他只是做菜 扫地 打扫卫生 那你也觉得天大的功劳 你心里要这么想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不要求你要去多说 多说什么温情的话了 不要说错话就行 明白吧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知道了 认可不是口头的表达 而是发自内心的赞许与尊重 有了葛老师的言传身巧 杨先生也对未来和妻子的晚年生活 有了新的期待 性格改变了 说话要注意一点 不要说大声 不要太重了一点 你的画面学得好话了 不会学习学的好话给他听 身份上就比较要关心他一下了 多关心他 在经济上你有什么要求吗 经济上他每个月 给我指示外人 自北外人我都输了 密室里 杨先生的改变很及时 而他的要求听上去也合情合理 而在另一边 密室里的唐女士 此刻也正在试着转变自己 表达情绪的方式 本来我也是爱笑的人 确实这一段时间 你要调整什么 我要调整我就是 等于尽量把眼泪控制了 也不跟他吵 也不跟他闹 让他过了去 再跟他交流 你看整个肠 调剪下来 你真的一直在哭 用眼泪也就是来表达自己 对一些的不满 但是你以后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好吧 我要表达什么 我不是用眼泪来表达 不要用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也不要用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因为是这样的 哭一次他会哄你 哭了一百次 他可能就没那么多的耐心 他就哭了一千次 他就被转身而走 换一个方式好吗 所以我会改 释放眼泪 是在冲刷这生活中 遭遇的委屈和压力 举住眼泪 才能真正放下过往 重新出发 唐女士释然了 对于丈夫提出的要求 此刻她也欣然接受 可能你老婆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她就希望每个月的 能给她几百块钱 你花钱 你每个月给她几百块钱 我做得到 收起泪水 绽放笑容 夫妻俩的关系 似乎也在渐渐回暖 在回到现场之后 他们对对方又会有怎样全新的表达呢 调姐 马上回来 我们密室结束之后 二位有什么想说的 想表达的 我看两个人 您二位的面部表情好像都变了 来说说吧 杨先生 老婆 老婆 你也辛苦 只四年了 我们还有这么大的年子了 把我们的下辈子过好就好了 好 可以 本来我也是对我的老公 一直就是看着他 老师本人 不吃烟不喝酒 不读 我也是看着他成事有那么勤劳 以后我的性格方面放有一点 那个眼泪放水 不要 灯不灯就哭了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老师专家 辛苦了 最后给你们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夫妻两个人过日子 没有谁应该对谁好 如果谁对谁好 都是因为对方对自己是有感情的 所以你们要能读懂别人对自己 是因为有爱才会对自己好 而不是她是我的老婆 她是我的老公 她应该对我好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就是 夫妻两口子过日子 一定要有共同性 所谓的共同性就 像现在一起拉着手 一起逛街 一起干家务 一起好好生活 什么都要一起 不要分得太开 如果在心里就画了一条界线 那生活就会慢慢 在你们两个人中间 出现一道鸿沟 那样的话 肯定不是你们想要的生活 好吧 祝你们晚年生活 幸福 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为两位当事人 还是准备了 由鄱阳湖大米提供的 优质大米两份送给你们 我们一起寻找生活当中的好滋味 金牌调节调出和谐幸福 金牌豪米争出美好满足 然后这两个大米 你们二位一人拎一袋 回家 不仅要把情感过好 要把饭也吃好 吃好喝好 才能够过得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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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可以作为一种情绪的表达 但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样 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泪水时 要做的也不是仅仅只是单纯地止住他的哭泣 而是要学会真正地去理解并接纳对方的伤悲 这才是心理学中所讲的共情 当然 我们还是更希望 在今后的生活中 唐女士和杨先生的生活 能够少一些泪水 用阳光和微笑去迎接未来的生活